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在大约在主后95年 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65年 那主自己他向他的门徒约翰显现 约翰只是仅存的门徒 他在巴摩海岛 他被放逐在那里 主向他显现 把一些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他 然后主叫他写成一封信 就是我们所读的启示录 接着这封信也要告诉 当时的教会也告诉 其实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情况 那其实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要预备好 而迎接那个最为大的日子 那书信里一起头 你可以看见 主是向七个教会说话 那七个教会其实代表所有的教会 主就告诉他们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你读 你就发现 主写这七封信里面 对七个教会所说的大致相同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主提醒他们 主称赞他们 称赞他们所做的 有些东西他们做得很好 那主就称赞他们 鼓励他们 另外呢 主就告诫他们 主就责备他们 因为有些事情他们忽略 他们做得不够好 主提醒他们 那第三 主就告诉他们说 那他们应该怎么样弥补 应该怎么样改变 怎么样改正 那他们明白呢 启示录这封信 其实不只是写给七个教会 它只是代表新的教会 它只写给普世的教会 也是写给两千年之后 我们 公司狗西安党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这封信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因为在那个 如果你读圣经 在这个七封信的后面 那主都会提到一件事 就是启示录的二章 第七节 你们所说的 圣灵向众教会 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众教会 包括你 你就是教会 主说你有耳朵吗 你有耳朵 你就要听 一是圣灵 向我们说的话 好不好 好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我今天只要用第一封信之族 写给 借着约翰写给 以弗所教会的信 我们先看一下 以弗所教会的背景 以弗所是 雅西亚 小雅西亚省 当时的一个城市 那个七个教会 其实都在 小雅西亚省 就是现今的 土耳其 土耳其境内 那以弗所是一个 是一个港口 你可以看它的图 有没有 左边 它是一个海港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海港 那因为海港呢 所以交通非常发达 闹业也非常多 所以相对呢 你就知道这个城市 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 那当然因为繁华城市呢 你知道它的罪恶就很多 那是一个充满堕落 罪恶的一个城市 那另外还有其他原因就是 以弗所教会 以弗所城市 他们享有一个 从罗马帝国来的 特殊的权利 特殊的地位 你知道罗马人 他们统治各个城市 他们都会派军队 驻扎在那个地方 以防他们有动乱 对不对 但是因为这个 以弗所这个城市的建立者 他们对于罗马的政权 有功劳 所以罗马政府 就给他们特权 让他们有自治权 就是没有军队 驻扎在那个地方 军队驻扎在那边 有坏处 当然也有好处嘛 就是那个盗匪啊 坏人不会随时在那边 就不会太多 那因为他们是自由城市 所以就是 很多坏事情发生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以弗所教会 以弗所扯这个城市 是一个充满异教迷信的 一个城市 世界上有名的 这个雅底米神庙 拜一个雅底米女神 有没有 就是所谓的 戴安娜女神 就在那个城市里面 城市里面 香火非常旺盛 因为有很多人 要靠这一行赚钱的 使律新版19章27节说 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 被人藐视 就是那个 从事那个相关事业 这个庙的相关事业的人 就是大女神 雅底米的庙 也要被人清出 连雅西亚全地和普天下 所敬拜的大女神之慰容 也要消灭了 所以那些人就拼命拼命 让他们香火 这个兴旺 对不对 所以这个城市就变成一个 一个迷信的中心 相对也是一个 罪恶的 道德败坏的中心 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这个庙 这个神庙享有特权 就是犯罪的人 他们可以 他们只要逃到庙里面的话 他们就得到庇护 所以坏人就愿意 多多躲在庙里面 而且这个庙里面 有几百个女祭司 其实女祭司就是庙祭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以福所 这个城市就是一个 名目虚传的一个 罪恶的中心 罪恶的城市 所以第二名可以想象 在这种情况下 基督教的信仰 要在这种 不适合的环境里面成长 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罪恶太多了 可是在人不能了 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福音就总是进来 神奇妙的福音的光 就照亮在这个地方 当然借着神圣仆人 比方百基拉 亚据拉 亚波罗 保罗 还利用前面 他们在那边齐心传扬福音 所以教会开始 在这个地方生长 而且开始扩散 但是慢慢的 但是慢慢的 教会就开始遇见一些 外在的原因 跟内在的原因 就像普世正会的教会一样 就有些状况开始出现 一些负面的状况开始出现 所以主就借着 这些信件 要告诉当初的教会 你们要注意什么 你们要留意 但是你要知道 这些话也是对着我们说的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主题的经文 我读给各位听 那我从里面来跟各位分享 你要写信 就是主跟约翰说 你要写信给以福所教会的使者 那个教会的使者 基本上就讲到教会的牧师了 负责人 好 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这是说谁呢 就是我们的主 七星就是讲的教会 七个教会 七个金灯台就是讲的教会 就是主在教会中间掌权 对于主今天在我们当中 主在我们当中行走 那主说什么呢 主说 我知道你们的行为 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 你们也曾试验 那自称是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们也能忍耐 成为我的名 劳苦 并不罚倦 然而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 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第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圣灵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如果不听 主说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去 那是很重的惩罚 对不对 但是听的话 主就说把乐园中生命树 就赐给他 一个非常大的祝福 我们先来看 主借着约翰向以福祖教会所说的话 有三个重点 有三个重点 我刚刚提的 我一一来跟各位分享 好不好 第一个就是 主称赞他们 主称赞他们 主说我知道你们行为 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忍 你们也知道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OK 第一个就是 主称赞他们劳碌 他们为什么是劳碌 他们为服侍主劳碌 主称赞他们 为服侍主很殷勤 传福音 用尽全心全意 主的意思就是说 我知道你们真的很殷勤地服侍我 你们说你们答应你们要做个小组长 你们就很认真的 全心全意全力做个小组长 你们说你们要做个辅导 你们就全心全意全力做个辅导 你们说你们要做个招待 你们就很认真的全心全意做个招待 你说你们要传福音 你们就尽全力的传福音 你们说你们要参加敬拜团 你们当歌手 当乐手 你们就全心全意全力的 做个好歌手 做个好乐手 你们总是甘心乐意的 殷勤地服侍我 服侍人 即使在你们很疲倦的时候 你们仍然不停止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这是一个好教会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以服侍我教会弟兄姐妹 跟你我一样 他们也是有家庭 他们也是有工作 他们也是有孩子 他们也是有丈夫 有妻子 他们也是有压力 但是显然 他们表现得很好 称赞他们 不像有时 有时候我们的弟兄 我说一下 我自己孩子没关系 我们自己年轻人 有时候听他们讲说 牧师 我当歌手 我唱两堂 我们主流有两堂 我唱两堂 喉咙就哑掉了 没办法唱两堂 第二堂喉咙就哑了 转了好累 腿好痠 我说 很想说 那你们要不要学习 学习牧师啊 学习就我啊 你们才几岁啊 我几岁啊 你们知道我几岁吗 不要讲啊 OK 好 这一年 我一两年发现 我追肩盘有点粗粗 我不知道你有这毛病 就知道 从这个臀部开始 大腿小腿都很酸 都很麻 而且去年年底 我就发现 我就得了这个 右膝有的退化性关节炎 就是会痛 就会痛 卡卡的痛 就医生就 我当时就看医生嘛 什么抽水啊 什么这个电雕啊 现在还跟师母一样 每个礼拜三次 尽力去复健 可是弟兄你有没有留意到我 主有跟各位一起 参加两个聚会 我在那边站着敬拜神 大声 而且有时候讲道 像今天我讲道两堂都站着 我感谢主的恩典 而且我祷告主 主要给我力量 让我一直到老 我都可以站着 讲道服侍你 所以你年纪 弟兄你应该学牧师啊 牧师总有些优点 是值得你们的效法 你们也可以操练 现在开始每次 参加两张聚会 久了就跟我一样 好不好 主称赞他们 第二 主称赞他们可以忍耐 他们忍耐 忍耐不是在那边 咬着牙 在那边很辛苦的 任命 无可奈何 没办法 就这样吧 不是的 忍耐是带着神的恩典 依靠神 虽然遇见艰难的环境 像他们在以复所 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很不容易的 第一个很大的逼迫 很大的压力 可是他们遇见困难 他们依靠神 他们在忍耐 虽然有的时候祷告 不是每个祷告主都听的 不是每个祷告主马上听的 但是他们没有放弃 他们坚持 他们依靠神 他们相信神 他们继续服侍神 他们没有离开神 那就是忍耐 那就是忍耐 主夸奖他们 很好 你们很忍耐 我们很忍耐 为主忍耐 而且主夸奖他们 他们不能容忍恶人 不能容忍恶人 以复所教的弟兄姐妹 看见有恶人 恶的事 他们不会同意 他们不容忍恶人 你知道弟兄 我们活在一个 充满罪恶的世代里面 世人告诉我们 要容忍 要容忍 要有爱心 要忍耐 对不对 甚至世界 希望我们吃死那些罪恶 没有关系嘛 就这样子嘛 对不对 平常性看待 其实不可以 弟兄姐妹 不要这样子 神的儿女不是这样子 好吗 主夸奖他们 不能容忍恶人 然后主称赞 他们有分辨的能力 分辨的能力 他们经过试验 分辨出那些 自称是使徒 可是却不是使徒的人 在那个时候 有许多人 他们是假的 因为那个地理环境 交通很方便嘛 对不对 什么人都可以来啊 有一些律法主义者 律法主义 犹太人 他们就高举律法 他们就 你要得救吗 你一定要受割离啊 一定要守日子啊 注意节旗啊 那破坏那个福音 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 说我们信耶稣了 我们自由了 在主里面得到自由 都释放了 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做 他们就是任意妄为 放荡 任意过生活 破坏 我们的信仰 所以这些人 也有人在其中 有些人 他们就是 执意的乞丐 他们就不做事情 就是说 然后说 我是神的仆人 我是使徒 来来来 你们都来供养我 那以父祖教会 城市 我刚刚说过 交通很发达 所以这些人 都跑来了 都跑来了 可是神的女人 他们有分辨的能力 他们甚至有 分辨的恩赐 他们就分辨出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的 主也夸奖他们 这很好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留意的 好不好 保罗不是在 帖上了文家前书 第五章十九节二十节说吗 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是凡事要查验 你对了才要相信 有的是假的 你要看看是真的假的 你不要什么都要相信 好不好 这是好的 对我们是祝福 然后 主说完他们的好处之后 主就开始告诫他们 第二章第四节 主说 然而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这个很特别 你们觉得 一个这么好的教会 这么会服侍主 这么热心的教会 他们怎么会遗弃 那个起初的爱心呢 那我跟各位分享 主的意思是说 你们是很认真 可是你们离弃了 起初爱神的心 你们离弃了起初爱人的心 第二章就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都需要面对 今天主也向我们说话 我们是这样的人吗 好不好 你知道西大话 教会当中呢 他们用几个词来形容爱 有一种叫做eros eros就是 我们知道就是肉体的爱 是比较低沉 很低沉的爱 那个爱是借着身体啊 高帅富啊 苗条啊 来吸引的 那一旦这种 那是靠感觉 可是一旦感觉消失了 爱就没有了 所以那个爱是 是一个负面的爱 新约圣灵里面 就几乎没有用这个字 因为是不好的字 另外一个爱 叫做phileo phileo是讲到 家人中 亲人中间 父母啊 兄弟姐妹中间的爱 还有跟朋友之间的 友情这个爱 那当然有位神仇仆人 叫C.S.路易斯 路易斯他说呢 他把这个爱分开了 就是家人中间的爱 叫做stoga 另外一个字 朋友之间的爱叫phileo 可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今天 我跟我分享的一种爱 是我们所知道 叫爱加倍的爱 阿嘎佩的爱 阿嘎佩的爱 神所提醒我们 你们就是把 起出阿嘎佩的爱 离弃了 离弃了 什么是阿嘎佩的爱 阿嘎佩就是一种 自我牺牲的爱 就是不是为自己 是个舍己的爱 是为别人的爱 你所想所做的 都是为了别人的好处 你寻求别的幸福 不惜牺牲自己的代价 那这是一种 真实的付出 关心 是种舍己的爱 心悦神经上 所讲的爱 基本上讲的这个 阿嘎佩的爱 这个爱常常用来形容神 形容神 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神就是阿嘎佩的爱 阿嘎佩的爱 好不好 好 那我要更多分析一下 阿嘎佩的爱是什么样的爱 因为很重要 因为神用这种爱 爱我们 对不对 阿嘎佩的爱 是一种理性 而且是一种专一的爱 听众姐妹 好 理性就是 神不是随便乱爱的 神很理性的 而且神很专一的爱 听众神很专一的爱 你需要明白 你需要明白 神又专一 又理性的爱你 好 你看神的创造 你看神的创造 一开始第一天 神说有光就有光 对不对 什么日光就分开 然后日月分开 神说 哦 很好 我创造了多好 然后第二天 空气和水就分开 神也说 我创造了很好 那第三天 海跟土地就分开 然后就草啊 树木啊 果实就出现 主说很好 第四天 就是日月星辰就出现 神说 哦 我创造了很好 第五天 就有天空的飞鸟 海中的鱼跟地上的酒兽 主说我创造得很好 第五天 我们都知道 神创造人 对不对 神说 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 造人 神就造了一个人 叫亚当跟夏娃 这什么都知道 神就祝福他们 你知道 神创造人以后 神说什么 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 甚好 非常好 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这个是非常好 因为神是看见他所创造的人 说哇 这个人是我所创造非常好 完美 完美 听众姐妹 你有没有理解到神的心 神所最在意的就是人 神所最爱的就是人 神用唯一的爱来爱人 神用专一的爱来爱人 事实上神创造人 你知道神创造万有人说 就是为了人创造的 有人像说 人被造 神创造人的目的 是叫人尊荣神 彰显神 神把你我放在一个地位 是我们可以彰显神的 神创造人是为了 叫我们享受神的 为什么 因为神爱你 神专一爱你 所以难怪世人说 你看世人 四篇第八篇 三到五节 世人就说 他说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尘世的日月 月亮星球 就说 人算什么 你知道这个宇宙 有多么浩瀚 多么大 有多少星星吗 你没有办法数算 对不对 科学家只能按照 现在他们的仪器 他们判断 我稍微看了一下 这个宇宙 大概有两千亿到 两兆个星系 太阳系有什么系的 两千亿到两兆的星系 而每一个星系里面 应该有几兆个星星 这么多星星 可是神单独爱 那个地球里面的你 人算什么 你尽不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尽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 微小一点 神叫人比天使 后面小字说 神 叫神 神叫人 只比神小一点点 神那么爱我们 必赐他荣耀 尊贵为光明 第二个叫做 神拣选 我们从圣经看 我们知道 神拣选亚巴拉罕 神拣了一个人 对不对 然后神接着 从亚巴拉罕 神拣了一个民族 叫以色列民族 神说 如今你们若实在 听众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 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权力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 做祭祀的国度 为圣级的国民 这些话是告诉 以色列人的 神说以色列人 是我爱的 是属于我的 神专一爱以色列人 可是弟兄 以色列人可不可爱 以色列人不太可爱 他们常常背逆 他们常常抵挡 他们常常埋怨 他们常常犯罪 可是神总是不丢弃他 你们觉得为什么 因为神爱他们 神专一爱他们 好 但是问题是 弟兄 你要知道 你才是真的以色列人 那个旧约的以色列人 讲的是你 彼得怎么说 彼得用同样 刚刚我们读的话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 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级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你才是 你才是 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外面受割离的 不是真以色列人 里面心里受割离 就是你 因着信受了割离的人 才是真的以色列人 你就是以色列人 你就是神所爱的 神专一爱你 保罗写罗马书第九章 你看 因他对摩西说 神说 神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 怜悯谁 我要恩戴神 恩戴谁 所以摩西说 这样看来 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的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都神决定 对不对 如此看来 保罗说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神叫谁刚硬 谁就刚硬 你看这个经文 你会觉得什么 哇 这神很霸道 有没有 他检许你就检许你 不检许你就不检许你 可是弟兄姐 你不要忘记 你不要忘了 你就是神霸道的受益人 神就拣选了你 当我没有信耶稣以前 我们觉得 神怎么可以这样子的 你决定一切 可是你信了主以后 你进入救恩之门 你就发现 感谢主 这么多人当中 神拣选我 使用祂的主权 拣选了你 为什么 因为祂专一爱你 虽然你不怎么样 神还是爱你 那就是爱 那就是专一的爱 专一的爱 我相信 身体上有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浪子的例子 我们都很熟悉 那个例子 对不对 一个爸爸 有两个孩子 大儿子 还不错 在家里工作 二儿子很浪荡 爸爸分家产吧 爸爸还没有死 赶快分一分 好吧 爸爸很爱孩子 好吧 就分一半给他 孩子带着这个钱 在外面挥霍 挥霍就挥霍完了 如果连饭都没有得吃 跟猪讲东西吃 有一天他终于醒悟了 我为什么在这边呢 我找我爸爸 我爸还有钱啊 他应该怜悯我啊 至少让我吃一口饭吧 所以他就回头 爸爸在迎接他 他没有想到爸爸迎接他 他说 爸爸不好意思 我得罪你 我得罪了天 我不配做你儿子 做你的工人好了 给我一口饭吃吧 可是他没有想到 爸爸爱他 爸爸抱住他 拿好的衣服给他穿上 给他戴上戒指 给他穿上鞋子 把牛肚宰了 让他吃 爸爸好高兴哦 虽然这个日子这么坏 爸爸还是爱他 专业爱他 神对我们的爱 也是这样 那阿卡佩的爱 第二个就是 是一种牺牲的爱 是一种牺牲的爱 我们都知道 真正的爱不是言语上 不嘴巴上 嘴巴上讲的不算爱 真正的爱是 在行为和诚实上 对不对 经文来看一下经文 好 所以对我们 主怎么样爱我们 主不只说说爱我们而已 他拆他的儿子 耶稣到地上来 为我们成为赎罪祭 他让他的儿子成为祭物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他把他儿子当作一个祭物 为我们牺牲 牺牲这个字 就是我们都知道 牺牲就是 我一大理想 甚至牺牲我的生命 牺牲 其实牺牲的字 原来牺牲这两个字 原来是 就是献祭那个祭物 那个牛啊 那个羊啊 那个叫做牺牲 牺牲 第二个字 主爱我们 神爱我们到个地步 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 那是一个牺牲的爱 而且主甘心乐意 西伯来书第十章三到七节 很有意思的经文 我来读给各位听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 每年想起罪来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 断不能除罪 那这个祭物 这个牺牲就是 牛羊嘛 你献祭就想起 我是个罪人的 根本解决不了 我们的问题嘛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啊 祭物和礼物 是你所不愿意的 就是 神根本不喜欢这种祭物 牛羊 没有办法拯救我们 神不愿意这个 你给我预备的身体 烦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 神为什么不喜欢烦祭和赎罪祭 因为那个根本不能解除人的罪 对不对 所以神要拆祂的儿子来 耶稣说 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 我来 我来 我来照着你的旨意行 神啊 我来了 我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来照你的旨意 为人献上我的生命 当作祭物 当作牺牲 主说 让我成为赎罪祭 让我成为祭物 听说 神的儿子来 是来为我们舍命的 神的儿子来 是为你舍命的 祂来是为你牺牲的 主自己不是说吗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毁坏杀害 我来的是要叫羊 叫人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羊舍命 他来做牺牲 为我们舍命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要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主来买书 做暑假 这是一个牺牲的爱 每次我读 克希玛医院的祷告 我都很 心里很受感动 你记不记得那天 在克希玛医院 主知道他很快 就要为我们定死在十架上 他心里有点忧愁 很难过 他就跟主说 跟天父说 他祷告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主为什么会这样说 对不起 你要知道 耶稣在地上 也是个完全人 他也是有感觉 有感情的 他所担心 他有忧愁 不是他肉体受苦 他所在意 所难过的是 因为当他死在十架上 他承担世人 包括你 包括我 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 而且一个罪在他身上 天父需要离弃他 那这是他 最大的痛苦 受不了的事情 所以他要付啊 如果可以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对不对 就是你读这个话 你要看你怎么读 你看 通常我们觉得 主啊 主好可怜 主啊 付啊 拜托拜托 如果可以的话 可不可以叫我 不要受到鼓杯啊 求求求求求你 但是人物 如果 如果 一定要的话 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好了 你是这样读的吗 我是这样看 我们一直看之后 他就说 父啊 如果可以 如果你愿意 把这个杯除去 但是如果 不要照我的意思 就照你的意思 我甘心乐意 藏着苦杯 我甘心乐意 为世人赎罪 我甘心乐意 成为牺牲 只要照你的意思成就 第二个 主是用这种爱 来爱我们 用牺牲的爱 牺牲的爱 好 第三个 阿嘎佩的爱 是一种 是一种 炙烈的 强烈的爱 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 你留意到的歌词吗 它的怜悯 像飓风一样 它的爱是 炙烈的爱 将我们的罪出去 阿嘎佩的爱 是一个炙烈 强烈的爱 第二个你看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那边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 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 他的不致灭亡 反倒永生 这个话我们太熟 我们都念过了 可是你要知道 那边说 神爱世人 爱我们到个地步 什么地步 甚至将他 甚至将他的 最爱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你就知道 爱是多么强烈 多么炙烈的爱 你知道通常 我们看 阿嘎佩的爱 我们都觉得是一个 讲到神圣的爱 这也没有错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可是如果你发现 有时候我们读上下文 有留意到 其实他不只是讲到 那个神圣的爱 他甚至讲到一些 对爱的 对罪的爱 我读几个经文格 各位听 好不好 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 他说光到世间来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 是恶的 不爱光 到爱黑暗 你知道那个爱 是用什么字吗 阿卡培 定他们的罪 就是在此 很爱黑暗 不怕定罪的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 就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 过于爱神的荣耀 爱人的荣耀 的爱是用阿卡培 他们太爱这个人的荣耀 超过爱神的荣耀 强烈的爱 提摩列后书四章第十节 因为迪玛 迪玛就是保罗同工 因为迪玛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保罗 往贴上罗家去 这个迪玛 他爱这个世界 阿卡培 他非常爱 强烈的爱这个世界 圣地说 我不要做你的同工了 保罗 拜拜 比特后书第二章十五节 他们离弃正路就走 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贪爱 不宜之公价的先知 巴兰就是救救的先知 他贪爱那个不宜的公价 甚至于去咒诅神的百姓 那么爱 那么爱 听众姐妹 所以你知道 这个阿卡培 他当然是讲到一个神圣的爱 没有问题 可是他也讲到 我刚刚读了经文 对不对 他其实最主要 那个thin 那个主力就是 讲的强烈 那是一个强烈的爱 强烈的爱 炙烈的爱 感谢主 主用这种爱爱我们 主用这种爱爱我们 先两个礼拜 我参加我们的年轻的 年轻的孩子 他们的婚礼的午宴 他们请我们参加 为他祝福祷告 跟师母很高兴去参加 那个喜宴真的好热闹 他们真的很相爱 好多节目 然后一个节目就是 他们就彼此在述说对方的美好 那我讲他是谁了 怕他不好意思 这个先生 年轻的孩子 就跟他太太说 他公众公开讲 美丽 美丽 大方 温柔 可爱 我的天菜 我的天啊 不是我的天 是我的天菜 我的天菜啊 零缺点 零缺点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perfect 没有缺点 完美 然后这个太太 女孩子就说 她丈夫 个性诚恳 正直 积极 这个 非常好 所以我的朋友都说 你开班教人家怎么做丈夫吧 我就跟师母说 只比耶稣差一点 这么好 怪不得他们这么 怪不得他们用强烈的爱 彼此相爱 弟兄姐妹 炙热的来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问题是我们呢 我们有这么可爱吗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 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 我们原始的律法是属乎灵的 但我是属乎肉体的 我已经卖给罪了 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 我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励志为善 有得我 可是行出来有得我 保罗说在我里面 一点好了都没有 以福手书二章二十三节 保罗告诉我们说 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就是我们啊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限定在 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今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 我们一点都不可爱啊 我们这么不完全啊 但是神爱我们 神用炙烈的爱 爱我们 神用agape的爱 爱我们 以福手书二章四到五节 保罗说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像飓风一样的怜悯 因祂爱我们的大爱 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无恩 第二名是恩典 当我们还在过犯中间 神就爱我们 拯救我们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当我们还做罪人 当你还做罪人的时候 神就爱你 神就用agape的爱爱你 那个自立的爱你 何等的爱 何等的爱 所以主期待 以福手教的弟兄弟们 也用这种爱来回报神 因为神也期待 我们用这种爱来回报神 他用agape的爱 我们主期待 我们也把用agape的爱来爱他 然而 主说 然而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主的爱离弃了 神用agape的爱我们 祂期待我们 同样用agape的爱他 对不对 但是 你知道以福手教的弟兄弟们 他们一定知道主在讲什么 他们明白什么是起初的爱 你只要想想 你知道 他们原来 这些教会弟兄弟们 他们原来 身处在这个罪恶的城市里面 这是个黑暗的城市 他们在那边活着 没有盼望 没有神 他们就等待灭亡 等待沉沦 但是神有一天 救恩临到他们 福音来了 拯救他们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带他们脱离偶像权势 来到神的面前 可以敬拜神 让他们有什么盼望 所以一开始 他们非常爱主的 这个恩典这么大 所以他们也用 全新的爱来爱神 用阿嘎佩的爱 用专业的爱 用牺牲的爱 用自恋的爱 用自恋来爱神 弟兄弟们 要知道在以福手教的弟兄弟们 这样做 是不容易的 他们的压迫 他们的环境 外在环境 比我们厉害多了 他们遇见逼迫 遇见苦难 他们很多时候 需要遇见危险 甚至需要付生命的代价 可是他们愿意 因为他们明白 神这么爱他们 他们也愿意付代价来爱神 但是慢慢的 慢慢的 教会 人的心改变了 也许 因为某些原因吧 对不对 其实什么原因 弟兄弟们 我跟你讲 历史在教会的原因 都是一样的 你说怎么可能呢 主明明说 他们还这么认真的服侍主 怎么可能失去爱心呢 有可能 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 有没有 跟你说前出十三章 第一到第三节 保罗说 我可以说 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语言 但是我可能没有爱 我若 我可以有先知 讲道的能力 我会讲道 我会分享 我有辅导 我也知道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我认识很多神的知识 我有很强烈的信心 甚至可以移山 可是我可能没有爱 我可以把所有都给穷人 我甚至为穷人舍命 可是我可能没有爱 我可能没有爱 弟兄弟们 我们不要说以福祖地 我们不想象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蒙了救恩 你还记得你 刚刚从人得救的 那个时候吗 你追求主 被圣灵充满 我们多么爱主 对不对 我们明白那个爱 那个救恩何等浩大 所以我们甘心累 服侍神 我们全心全意服侍神 我们读圣经 好有兴趣 我们祷告 好有兴趣 我们喜欢亲近神 我们喜欢 成家聚会 我们很喜欢跟弟兄弟们 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喜欢跟弟兄弟们 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跟弟兄弟们 一起来传福音 神的火焚烧在药木里面 能跟阿嘎佩的爱 充满在药木里面 可是慢慢的 慢慢的 有段时间我们很爱主 像我刚刚所说的 可是慢慢的 我们失去的热情 不再像一样 有段时间我们很爱主 我们很主动 我们很积极 可是现在说 牧师吹一下 吹一下 吹一下 小猪掌吹一下 吹一下 吹一下 爸爸吹一下 妈妈吹一下 太太吹一下 丈夫吹一下 好吧 有段时间我们觉得 我们奉献是理所当然的 对不对 就像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 我所有都摆上为主 可是成绩有个事 我们觉得 新约有讲十一奉献吗 牧师哪一写的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月初奉献 还是月底奉献 是睡前奉献十一 还是睡后奉献十一 有段时间我们 甘心累也服事神 因为我们觉得神喜欢 所以我们为了讨神的喜悦 我们就甘心累 我们主做这个 做那个 我们读神的话 我们祷告 可成绩何时这一切 都变成行事 都变成公事 都变成交差了事 如果我不做的话 哪天会不会神惩罚我 还是做吧 过去我们说 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现在我们说 主我在这里请差遣他 过去我们愿意 主我要修两段城墙为你 今天我们 最好一段也不要一段 弟兄姐妹 神不要我们这样 神期待我们 重新实习那个起初的爱 所以神告诉我们 怎么样做 除非我们真的不在意 如果我们真的在意 我们期待 实习那个起初的爱 弟兄姐妹 我们就留意 主所教导我们的 好不好 主怎么说 所以应当回想 你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三点事情 主说你要回想 你从哪里坠落 你是从哪里开始 失去那个爱心的 其实失去爱心的原因 两千年来都一样 我们只要勇敢 真的面对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问题 我们就知道是什么 另外 主的悔改 既然知道 你就不要再做 那个是我们 实际信心的事 悔改 掉头换一个方向 行 第三 行诸所喜悦的事 行起初 我们所做的事 你还记得起初 你遇见神 你所做的事 什么 如果你忘记 牧师今天在提醒你 好不好 第一个 你要起来 革慕神 你要起来 追求主 被圣灵充满 神用 阿嘎佩的爱 充满在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今天 觉得我们想 重新拾起 阿嘎佩的爱 没有别的方法 弟兄姐妹 就是你再一次 来追求主 再一次被圣灵充满 罗马书第五章 第五节说什么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里面 圣灵将神 阿嘎佩的爱 浇灌在我们里面 这是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所以你需要起来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 你需要起来 爱神 寻求神 而且专一寻求神 专一寻求神 雅各 就于雅各 里面有一节经文 说什么 他说 他说我们一个注视主 像鸽子眼睛一样 一章十五节 我说 家偶 你胜美丽 你胜美丽 家偶就是我 就是你 你的眼睛好像鸽子眼 为什么说呢 因为有人说 鸽子眼就是很专一 他一直只能看一个东西 所以主 七天我们单单看他 单单爱他 寻求他 我觉得这是个 从事起初在 唯一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最重要的方法 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大卫 声音上有很长的篇幅 好长 你读生 你都知道 从撒姆尔记 开始 一直到历代 讲大卫 而且神自己说 大卫是合乎我心意的人 大卫 神非常喜欢大卫 事实上你知道 大卫犯了很大的罪 记不记得 可是大卫 神为什么那么喜悦大卫 因为大卫是个 专一寻求神的人 大卫是个专一爱神的人 从年轻的时候 他就很在意神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他有一次说 跟扫罗王说 我在小时候木放羊的时候 我青少年 狮子来 叼我的羊 我就把他 从嘴巴抢过来 熊来 叼我的羊 我就把熊打死 一个少年人 我家那个猫 我都不敢打他 把狮子熊都打死 为什么 因为生于他同在 那天面对 哥利亚 那个大巨人 所有以色列的军队 没有人敢面对 连扫罗王都不敢 大卫说 我来 大卫跟那个巨人说 你来攻击 我们是靠着刀枪同击 我攻击你是靠着 万之耶华的名 大卫为什么不怕 因为生于他同在 神为什么也来同在 因为大卫在意神 大卫寻求神 只要大卫做完以后 他就定义来寻找约柜 约柜 很多年前 以色列人跟菲利斯人打仗 约柜就丢了 对不对 后来流浪到个地方 在基列耶稜 雅比拿大家里面 那个约柜 一停停了七十年 实际上告诉我们 七十年间 没有人去寻找约柜 我们要把神的约柜 运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在扫罗年间 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 约柜代表神 约柜代表神的同在 约柜代表神的自己 以色列人对约柜没有兴趣 他们对神没有兴趣 他们不过爱慕神 扫罗虽然坐亡四年 扫罗是神自己拣选的器皿 他对神没有兴趣 可是大卫不一样 大卫专心爱神 大卫寻求神 所以大卫开始渴慕 寻找了约柜 你看大卫渴慕的心 多么强烈 诗篇132篇 第一道第八节里面说 大卫就说 主啊 主啊 我向你许愿 我一定要找到约柜 我要为你一个地方 让约柜给你安息 否则我不睡觉 我也不上床 我听说这个约柜在依法他 依法他就是伯利恒 我们在激烈业力就找到了 所以他就好高兴 把约柜迎进他的城里面 撒末尔记一下告诉我们说 当大卫把约柜迎进城里的时候 大卫太高兴了 大卫太兴奋了 他就在神面前极力跳舞 他的太太 你一样就计较他 你是王 你是什么样子 太私礼的吧 大卫根本不在乎 大卫根本不在乎他太太说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在意神 他专业爱神 他说我是在神的面前 欢喜快乐 听到你们那一天 有一天 我觉得不是没 我觉得常常 撒末尔记下七章十八节 大卫把约柜迎进 他的帐篷里面 对不对 于是大卫王进去 坐在耶华面前 他安静坐在耶华面前 说主啊 耶华我是谁啊 我家算什么 你尽使我到这个地步呢 大卫坐在耶华面前 大卫在做什么 大卫在请进神 大卫在祷告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哎呦我这么忙 对不对 我哪有时间请进神 我哪有时间读经 我哪有时间祷告啊 弟兄姐妹知道 大卫 我敢保证 大卫一定比你忙的 大卫是个王 对不对 国事如麻 好多事情 而且以色列是全世界第一强国 世界各地的贵宾 使节都来朝贡 大卫需要 不要说召见你的大使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大卫有八个太太 记名的 不记名的很多啊 你有一个太太 你就忙不过来 是不是 大卫有二十个儿子 一个女儿 你有两个孩子 你就天翻地覆了 我哪有时间啊 大卫有时间 在百忙当中 大卫坐在耶华面前 他祷告 他祷告 那大卫心里面 就是约柜嘛 我自己住在皇宫里面 那约柜在帐篷 这太不像样 主啊 我要为你建了一个圣殿 要把约柜放在里面 我要来敬拜你 神说不要 不行 你不行了 你杀太多人了 可是我让你儿子盖 大卫没有死心 他对约柜 他太爱神了 那这样子 如果不能盖的话 没关系 我来预备材料 所以他就预备了 好多的木头 香薄木 他也告诉我们说 他就 我在困难 之中 耶华的殿 预备了金子十万 他连得 我自己算一算 金子十万 他连得 大概七十五亿 OK 好 银子一百万 他连得 铜和铁 很多铜和铁 我也预备了 木头 石头 都建造圣殿了 他预备了很多的 匠人 工匠 工程师 祭师 就是石匠 木匠 和一切能做 各样工的巧匠 他就是要来为神 建造一个圣殿 他要在那边 敬拜神 大卫爱神 大卫可慕神 所以难怪神 也爱大卫 好 第二个 第二个 如果你期待 从事你的 起足的爱 你要做什么 就是你需要读神的话 而且遵守神的话 需要读神的话 而是遵守主的命令 第二个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以福主教会利用 他们真的服侍主啊 连主都说得那么很认真啊 可是为什么反而失去爱心呢 有没有可能在福祉中 其实不是出于爱 保罗刚刚已经讲了嘛 对不对 你看 马太福音 在七章二十一二十三节 他们说什么 主说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尊心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 比有很多人对我说 主啊 我不是很辛苦吗 我不是奉你名传道 奉你名赶鬼 奉你名寻许多艺能吗 我就名分白白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做的人 离开我去吧 比如你不要误解说 哦那做这么多 那不应该做啊 做的话 主怎么反而折背我们 其实不是啦 你应该做啦 你需要做啦 你做比不做好 你记得有主讲 另外一比方吗 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有没有 那个爸爸就跟那个大儿子说 你去做你去做 大儿子说 我不做我不做 我不去我不去 可是后来去了 第二个人说 你去做 第二个人说 我做我做我做 可是没做 主说哪一个比较好 说不做可是去做的 好嘛 对不对 所以不管怎么 你做还是比不做好 但是主期待你做 是为什么而做 是因为爱而做 天主不是做这些不好 主说这些人做 但是他们没有遵守我的旨意 只有遵守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才能得到赏赐 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天父的旨意 什么是最重要的命令 最大的两个贱命是什么 就是爱 爱神跟爱人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需要读神的话 你读圣地才知道 神的命令是什么 神的旨意是什么 然后你就遵守 你就遵守 当你比方说我们思想 我们思想 我们主对我们的爱 我们看圣灵 你看圣灵才知道 主有多爱你 你看圣灵才知道 原来耶稣用 阿嘎贝的来爱我们 祂专意爱我们 祂用牺牲的来爱我们 祂用智力来爱我们 你看我们的主 菲律比书第二章 那边说了 耶稣与神原来是同等的 可是祂没有强夺 祂没有觉得说 我要跟祂一样 为什么我要上十字架 天父你去啊 没有 祂这里卑微 祂成为人 祂甘心放弃一切天上的荣华 取得人的形象 成为一个奴仆 耶稣不但做神的奴仆 顺服神做奴仆 对不对 第一句里面 祂来 祂也做人的奴仆 做你的奴仆 怎么是这样子呢 你记得吗 耶稣说什么 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舍命做多人的暑假 祂来是要服侍你的 成为你的暑假 所以主他这里卑微 他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架上 因为我们其实很难了解 那个十架的苦是什么了 肉体的苦可能 我们都不太明白 我们更难明白 因着罪在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天父需要离弃他 那种苦 那种苦 世人的罪都在他身上 以至于天父需要离弃他 你被你所爱的人离弃 你就很苦了 你被天父遗弃 那是何等的苦 主要是为什么甘心乐意 受证骂了苦 因为他爱我们 因为他爱你 他要拯救你 这是何等的爱 当你看见 明白这个爱是何等的 专一牺牲又强力 来 弟兄姐妹 你就甘心乐意 用同样的来回报神 回报神 身上有一个比方 讲到 天国好像买卖人去买珠子 一个宝贵的珠子 那他就去买 便卖他所有的买这个珠子 这段经文有两个解释 一个解释就是 买的人是讲了耶稣 那个珠子就是我们 是教会 主看你 哇 这么宝贵 真是perfect 所以主就用所有代价 他付生命的代价 来买你 归给他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 我们是那个买主 而耶稣是珠子 宝贵的珠子 众家的珠子 所以我们愿意 甘心付所有的代价 来买他 买这个珠子 保罗是一个最明白 阿嘎佩爱的人 他自己说什么 保罗说 我以前就是个逼迫教会的人 我以前是一个亵渎神的人 我是逼迫人 辱骂人 辱骂人的人 可是我还是蒙的怜悯 那个怜悯是什么怜悯 自怜的怜悯 飓风一样的怜悯 对不对 我蒙的神的怜悯 我蒙的救恩 保罗说 我如今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 不是突然的 因此我比众使徒 格外的劳苦 保罗明白他说 蒙的恩是这么大的救恩 他说 因此我比别人 别人很劳苦 我比别人更劳苦 因为我知道 我蒙的恩典 是他的恩典 所以保罗把他自己 生命献上 对不对 保罗看 保罗说什么 只是我先前以为 我愿意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为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愤怒 为要得着基督 保罗看耶稣是那个 重架的珠子 是宇宙的至宝 所以他说 我愿意丢弃万事 看作愤怒 我甚至愿意为主丢弃我的生命 听着神期待 我们用这种爱来爱他的 什么是真的爱 什么是真的爱 什么是真的阿嘎佩的爱 其实圣将有讲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 有了我的命令 有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什么人是真的爱神的 就是遵守他命令的 所以为什么牧师说 你要读神的话 你要看一下 遵守主的命令 你要一下恢复 那个起初的爱吗 为什么读神的话 很重要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什么是起初的爱 就是我们遵守主的命令 那就是爱他 那就是起初的爱 约翰一书二章五节 凡遵守主道 凡遵守主命令的 爱神的心 在他里面 实在是完全的 从此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主里面 凡遵守主命令 那个爱 爱神的爱 在我们里面是完全 那就是一个阿嘎佩的爱 因此怎么样恢复 那个起初的爱 遵守主的命令 你要怎么遵守主的命令 主神的话 主有很多的命令 对我们是真的 可是今天当我们 讲了我们的主 他来服侍我们 讲了以复守教会 他们是个服侍主的教会 主也期待我们 对不对 对我们要明白 耶稣基督地上来 他就是要服侍人的 所以主托付我们 同样是服侍人 所以在很多命令里面 有个命令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一节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服侍主其实应该是个最喜乐的事 好 我想你真的明白嘛 对不对 如果你爱主的话 比方说一个做丈夫的 你真的爱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 你会怎么样 你会认真工作 你会尽量赚钱 你会加班 对不对 或者什么 因为你爱他 你希望他们过得好 一个做妻子的 如果你真的爱你的丈夫 你会为他怎么样 你会为他做饭 对不对 虽然你也上班 可以下班 你还是为他做饭 好不好 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总是要做 为什么 因为你爱他 你为什么要加班 因为你想买一个手机给你的儿子 为什么 因为你爱他 我爱神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爱神 第二句我们为神格外劳苦 我们也就很喜乐 我们甘心乐意啊 我喜欢他 不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我们真的太忙了 我真的没有时间 真的那么忙吗 前几个拜我听见 我听了那个 在美国 在西谷 北美西谷服侍的 于宏杰牧师的分享 他的西谷嘛 西谷就各位知道嘛 高科技的中心 对不对 那边的人都是最忙的啦 那工程师最忙的啦 所以他的教会呢 好多的工程师啊 男男女都有嘛 啊 太忙 牧师太忙 牧师太忙 有一天就 我觉得这个牧师 他终于忍不住了 就说 哎 弟兄弟们 你知道我也是 西谷出身的 于宏杰牧师 他附属之前 他在西谷工作了十几年 他说我是西谷工程师啊 而且我 我后来做小主管 我下面十几个工程师啊 我忙不忙 他说 真的有这么忙吗 我想他的意思 牧师的意思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真的有心 你真的爱神 你还是可以挪出时间来 对不对 当然需要牺牲嘛 牺牲你的睡眠 因为服事主 你少睡一点 牺牲你的休闲 你没有办法再去做 你喜欢做的运动 你就牺牲跟你的 亲子的共处的时间 牺牲跟你太太 喝咖啡的时间 事实就要牺牲 弟兄姐妹 可是应许我们 如果人爱愿意 用牺牲的爱来爱他 专一爱我们的神 用那个火热的爱来爱他 弟兄姐妹 神就用祂的爱 充满在我们里面 用阿嘎啡的爱 充满在我们里面 那时间我们得着的 好不好 最后 我来讲了一首诗歌 我不要唱 我这读给各位听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喜欢唱的首诗歌 我把歌词念给各位听 好不好 过来听 诗人所写的宝贵的诗歌 他这么说的 第二节说 他以自己作我供应 他是无限恩典 一人行路越照越明 我越侍奉耶稣 越觉他甘甜 我越侍奉耶稣 越觉他甘甜 我越爱我救主 他爱越彰显 逐日有如天堂 喜乐义我心 我越侍奉耶稣 越觉他甘甜 这神所提醒我们的 如果你心中仍然 向着神充满了爱 继续爱神 渴慕神 好不好 如果连我们这样 我们中有 有的人你觉得 我不像四哥所写的 我越服侍 越累 我越爱主 我就觉得 那我们起来 我们起来 更多寻求神 更多追求主 好不好 更多寻求神的话 好要神把祂属天的爱 阿嘎佩的爱 充满在我们里面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唱诗歌